画面中无奈摇头的女孩 名叫小吕 而场上正在放着的录音 则来自她的准婆婆 那么小吕究竟做了什么事 能惹得准婆婆说出这样难听的言语呢 这事还要从小吕和男友牢里买房一时说起 刚一上场 小吕就气急败坏地向众人诉说着自己的委屈 众人听完这才明白牢里景象 让小吕这个黄花大闺女 与她结婚之后 住她与前妻的房子 那么老李这样做 难道就没顾忌新婚妻子的感受吗 面对众人的疑问 老李直言表示 自己并不是不顾忌女友的感受 而实在是房价一直在涨 现在买房只会家中两人的负担 更何况自己原本就有房 并且周围环境也不错 所以再买一套房子根本不值得 而小吕听闻男友的这番解释之后 却表示也觉得情有可原 于是她也觉得自己应该退一步 向男友表示说只要装修一下房子也可以 然而这个决定也遭到了老李的拒绝 那么老李为何连这个简单的要求 不愿意满足呢 然后我就说 不行咱把房子装修一下吧 他呢 在应付我 亲爱的 你这个你不能怪我 咱们每天看了一些生活生活 电视生活栏目都在讲 装修房子买家具刷油漆 都会产生有毒气体 咱们几后来还要饱饱了 会影响你身体健康了 我觉得些不装修 你不要说这些没用的好不好 叫你那么说的话 所有些房子都不装修了 那有好多不装的了 听闻两人的争执之后 众人不免对老李有了一样的眼光 因为结婚毕竟是一件喜事 让一个黄花大闺女 新婚住她与前妻的房子 难免不会让小吕心里 会有些隔映和阴影 所以小吕要求 买新房装新房的那些要求 根本就是合理的 如果老李担心甲醛问题 会伤害身体 那么也完全可以用 环保的东西去装修 或者过段时间再结婚也不晚呢 也没必要那么坚持 几件让新人住就房吧 然而说到此事 小吕更是表示说的 自己已经对男友很是让步了 然而男友接下来的一个决定 让自己更是感到他家 甚至是在暗地里的羞辱的 我真是没有办法了 我跟他说 我说咱换个床垫行吗 我这要求不过分吧 你这个床垫太二脑头了 当时啊 当时我们买这床垫 当时想挑最好的买的 好几万块钱 对 他妈就是这么说 一样一样的口气 他妈说什么 哎呀 这个床垫当时花可多钱了 我们挑最好的买的 不能说扔就扔啊 体没体会到我的感受 考虑考不到我 咱们可以用啊 是可以用 你知不知道 如果躺在上面 我就会感到你前期就躺在我旁边 你知不知道 小吕的一番话 赢得了在场中人的一致认同 也为在结婚置办新房一事上 明眼人都能看出 小吕对老李家可谓是一让再让 但是他的这个让步 却并没有得到老李的任何心疼 反而是越加严重的羞辱 但是老李如今已经41岁了 应该说是已经经历过大风大浪了 所以他对女孩子应该有一定的了解 为何他会这么一而再再而三的 逼着小吕跟着他的想法走呢 而小吕真的就这么忍着他吗 当时我说结婚没法结了 不能结了 后来怎么样 好了 我当时说不结婚了 立马他和他妈说什么 好咱买房子 在我妈那小区 就是在我妈小区附近 选了一座不错的房子 接下来呢就是 在你妈小区附近买了一座房子 首付呢 我们两个人一家一半 剩下的尾款我们结婚以后慢慢还 挺好挺好 对 房产证呢写着我们两个人的名字 也挺好 是不是挺好 挺好挺好 但是你问他 他怎么做的 和他妈怎么做的 拿了几个张去的 我张呢 你带了几个张 我不知道 你没带张吗 他那个房门上面应该有人名的张 那是吧 忘了 把我的张往家里了 是不是 你怎么不把你自己张往家里 你冲心的我跟你说 压根就没想把我名字写在这个房产证上 对于男友不在乎自己的做法 小吕当场便表示 自己并不是个任由别人欺辱的性子 所以便当场向男友提出了分手 然而男友却因此立马决定了再买一套房子 而当他以为男友终于开窍了的时候 谁知男友此后竟想骗他的钱去买房 还不让他的名字在乎口本上 这件事情他怎能忍受 于是小吕便在台上不断的大声控诉着老李 然而老李听闻女友的控诉之后 却直言表示 房子写谁名字都不重要 只要两人相爱 那就比什么都重要 然而小吕听了这话却不由的更为来劲 于是继续控诉到老李做事根本不靠谱 就在年前他去我们家 然后我爸爸就比较喜欢养鱼 正好他去的时候有两条鱼死了 我爸就觉得 哎呀我去早事去买点吧 他就说吧他家有亲戚是卖鱼的 说继续两条就得了呗 然后我爸就觉得准女婿这么热情 我爸还是为了讨好论是吗 后来呢 看到拿回来 过了两天拿回来几条鱼来 那鱼都什么样子了 不是褪色都是掉鱼的 那鱼都快不行了 你拿过来送给我们吧 回忆年前男友来自己家的是 小吕现在还觉得脸上很是羞燥 因为他到现在都不知道男友 是故意拿病鱼送给自己父亲的 还是无心之举造成的误会 然而不管怎样 男友的做法都已经伤了自己父亲的心 所以自己便对这件事格外的有意见 然而老李却表示 自己也不是故意拿病鱼过去的 实在是上了自己舅舅的当 所以才导致了那样尴尬的局面 可是小吕却明显不想听男友的这番解释 于是转移话题便说到买钻戒一事 那么买钻戒又出了什么事呢 他妈给我一万五 当时我们就去逛街 正好看好一款这个钻戒 这个钻戒当时还打折挺好的打折 然后我就把这个预算钻戒的钱呢 省下了一部分 我就想正好把这个婚纱的钱凑在一起 买个更漂亮点婚纱 更好点 谁不想结婚当天穿得漂漂亮亮的呀 这可倒好 回家他跟他妈说了 他妈怎么说 你钻戒省下来的钱你就应该还给我 对于众人的疑惑 小吕便当场控诉道 自己未来婆婆的抠门之举 可是老李听闻女友控诉自己母亲的话之后 却立马急了 并直言表示道 女友就该把钱给自己的母亲 毕竟母亲拿出那么多钱也不容易 女友还回去就当孝敬老人也没什么不妥 然而小吕却对此表示道 你妈养你辛苦 为你操劳那么多 你这么说 咱先说这个事 有这么办事的吗 你把东西给人家 又跟人要回来 有这么办事的吗 其实在小吕看来 他也并不是不讲理之人 因为如果男友和自己商量一下的话 那么自己出于孝心也会还回去 但是男友偏偏连商量都不商量 直接向自己要钱这个事 实在过于恶心人了 所以他便忍不住的想要发火 而老李看到女友的情绪越发上涨 不由控制 此时也不得不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面对众人的疑惑 老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苦衷 而老李的这段哭诉 也间接性地表达出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老李一再拒绝女友要求的原因 就是因他母亲的不同意 可是老李如今都已经四十多岁 已经经历过一段婚姻了 他还没有自主决定自己幸福的权利吗 然而此时的主持人 听完老李的这番话之后 却表示他那里正好有一段老李母亲的采访 那么老李母亲到底对小吕是个什么态度呢 在这件事上我儿子一点错都没有 过日子不是谈恋爱 家里的钱不是天上跳进来的 将来要孩子什么的都是费用 这个女孩太调皮了 而且特别带气 每次和我儿子吵架都是因为钱 我看他根本就没有和我儿子结婚的想法 这样看来啊 他还不如我儿子的前妻了 我想好了 如果他们非走了 我就让我儿子和他前妻不婚 老李母亲的一番话 说的是极尽刁钻刻薄 而小吕更是听得怒气四气 但是老李听完之后却是连连摇头 于是主持人只好先安抚小吕的情绪 问到老李是否早已知道自己母亲的想法 而老李在主持人的再三追问下 也点头表示自己早已知道此事 但是他却从未有过与前妻复合的想法 毕竟在他看来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 眼前的人才是他将来要珍惜的人 然而此话却听得众人是连连摇头 那么小吕当初到底是看上老李什么了呢 毕竟老李一看外表就是 一不帅二不负三还年老的 老李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小吕这么心意的 还想与他共度一生的呢 我们当时相亲的时候确实 我考虑到就是说年龄这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他有个婚史 但说实话我的年龄也是到了一个该嫁的年龄 我后来就想 如果真的是他真能对我好 真的找一个找到一个爱我的人的话 我觉得那些都不是问题了 我就决定和他先相处 我再问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们谈恋爱的时候 有没有提过说 关于未来房子怎么解决的问题 你说到这儿 那我还要说 当时我们刚开始就是说 相亲的时候提到过这个问题 他怎么答的 说要换房子 要我怎么说 他就是骗子呢 回忆当初两人相遇的时刻 小吕直言表示 自己也是因为到了年龄 家里一直在催婚 自己没有办法采取相亲的 而遇到老李 也是觉得这个人温柔有涵养 所以才有些好感 而后更是觉得 如果他能对自己好 能够事事医治自己 那么年龄外貌 还有婚姻都不是问题 所以自己才想和老李在一起的 但是谁知当两人谈婚论嫁了之后 他才知道 老李之前那些都是对他自己的伪装 所以小吕便在现场直呼自己被骗了 面对如此状况 主持人只好请求到各位导师 希望他们能够给出一些宝贵的意见 其实说就是在换房子不买 我可以理解 把房子装修了 不装修我也可以理解 想迅速要孩子 确实是有甲醛味 但那个床垫不换 我是真不能理解 你是娶新人回家 难道你觉得 你面前的这位娇妻 我相信你 你从某种程度上 之所以不愿意放手 有很大一种程度 是觉得你这个年纪 和你现在的状况 能找到这样的一个娇妻 其实挺不容易 那你就好好珍惜 对吧 你不是说你不要孝顺母亲 有些事情是完全 你自己可以说得通的 连个床垫都不愿意换 我出一半年前还写他的名 你怎么了 不结婚不是妖魔鬼怪 虽然周围总是会有些闲人 你怎么还不结婚 有些人会这么闲的无聊 你们随他去 你要走自己的生活 我觉得婚姻这个东西 无论是到什么样的年龄 一定要找自己喜欢的 和合适的 如果要凑合 这一辈子就完了 图雷老师的一番话 可谓是非常的犀利 而又一针见血 于是老李便默默地低下了头 深思起自己的行为 然而即便图雷老师怎么说 最终两人是否能够走下去的选择权 还是在于两个人的手中 旁边的一番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男友的深情告白 最终还是因不适合为由拒绝了她 毕竟她想找的是一个 像父亲一样能够照顾她爱护她的人 并不是一个试试 还听自己母亲的大龄妈宝男 其实 在现实中的恋爱生活中 有些女人喜欢同龄人 有些女人喜欢比自己大的叔叔 因为年轻的男人 通常都不太成熟 甚至是不知道该如何照顾自己 而当一个男人比自己大几岁时 甚至在十几岁或二十多岁的时候 她不仅必须具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而且更知道如何照顾自己 所以一些女孩就偏爱这种男人 以便寻求温暖 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 年龄和成熟度 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联系的 它们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年龄大的未免就是好的 这跟阅历和成长 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所以不要盲目地 去追求年长的男人 多看看身边的同龄人 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生活 那么看完本期视频的你 对于这段复杂的感情 又有着什么样的高见呢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 积极互动留言啊